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这个时代在中华民国 我们认知作战这四个字 喊得正天嘎响 天天都在听 天天都看到 要提醒 认知作战 小时候我们听到的是 斐爹就在你身边 现在变认知作战 我要讲的是 认知作战 假讯息的认定和处罚 到底有没有标准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莫衷一事 看得不沙沙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 这是直播主 国栋 国栋他在7月份的时候 他在做这个电动的实况主的直播的时候 他放了一个讯息 他说蔡总统 蔡英文 来这个字我就不念出来了 他就是写这样子 我讲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蔡英文怎么了 那当然 他这样子表达 这样的表述 一般人大概不会觉得是真的 可是当然有人去检举了 可能是我猜是有人去检举 或者是我不知道 还是网络警察有巡逻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然后就来用这个设为法来移送 今天法官判罚他3000块 因为认为这样子会让国家动荡 我们要讲的是说 同样的标准我们来看看 发生在去年也有一名网友 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 国民党公开支持 港警进入大学开枪 那个时候不是反送中吗 那时候他的讯息是说 国民党支持港警进入大学开枪 杀人 伤害学生 其实这也是一个假讯息 这个蛮耸动的 可是今年一月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裁定部罚 同样的一个法官 同样的一个法官 那作为这一名张姓网友 跟这个实况主国动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这个被罚3000 我这个不用罚呢 这个我们要提出来就是 网络上当然有很多的言论 仇恨的言论 或是一些虚假的言论 我们当然不赞成 也不鼓励 可是他的标准在哪里 法官裁罚的标准在哪里 可能需要更厘清一下 必须讲 包括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到网传总统生日宴上 蔡赖 蔡总统跟赖副总统打架 这个当然一听就是觉得怪 或者是不太 就是满匪夷所思的 可是我们看到总统府说 这是假讯息 要报警大动作 把这个事情揭露 可是对于社会大众有疑议的 或者大家都在讨论 事情小明都在说 这个禁电式 是怎么样 怎么一回事 像这样子的讯息 是不是苏任长 是不是蔡总统有施压NCC 有让他们加速 拿到执照 方间留言一大堆 甚至国会电堂都在讨论 可是蔡总统或者是苏院长说 好像不太需要再去查 反正这个都是民间中间的一些事情 这个动作 孰重孰轻 大家看了都一目了然 包括吴子佳 过去多次在网路上 多次在电视上说 民进党政府买疫苗 有弊案 有贪腐 多花了一亿美元 将近三十亿台币 三十亿台币左右 这个是贪污的钱 他讲得好明白 好赤裸裸 可是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政府官员去提告 指挥中心 包括行政院 好像都假装没有看到 还是没有听到 还是都轻轻带过 这个民众也会有疑虑 那到底哪一些 是真讯息假讯息 你提告的这个动作和标准 也都不太一样 民进党到底有没有仰望军 那当然有人认为有 有人认为没有 去年我们看到了 民进党的秘书长 林喜要有公开说 至少有文字上也有出来 民进党哪有前仰望军 日期我们都还记得 那真的没有 那最近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套路 就很像是模组一样 不同的账号 可是讲的话都一模模 一样一样 就拿高宏安事件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好多不一样的账号 譬如说这是0XX 这个是另外一位 这个是J开头的英文名字 不过他们的内容 如果你仔细来看 有人就找出来 内容都很像 就说高宏安说谎 那他用越移其对 这件事情的狡猾的说法是什么 就说我来举例 我儿子就说 他曾经口琴比赛第二名 不好意思是团体赛 那这一位网友 不一样的名字 讲的说法 连字眼都一样 我儿子就亏 说他曾经口琴比赛第二名 然后括号 不好意思是团体赛 结果大家就在想说 是不是一个模组 不同的账号在做攻击 那所以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养网军呢 或政党到底有没有养网军呢 还是说他们都是同一个儿子 都共用这个儿子 因为内容都一样 还有我们看到郑运鹏的哥哥 郑运红 那最近看到这个粉砖 南宫大事 那后来当然已经证实 南宫大事的经营者 应该就是这个 郑运鹏的哥哥郑运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讯息在传递说 高宏安北一女的这个 这个进去北一女念书这件事情 恐怕是插班特权 后来不是郑运红说 这是误传吗 那南宫大事 也就是所谓郑运红 这个郑运红的哥哥 到底是不是算是一只侧翼 至少我看到蓝营在指控说 你也是侧翼 你也是侧翼 在帮你弟弟打选战 那郑运鹏是说 我们兄弟俩都是成年人了 都已经50岁了 我们没有在讨论政治 可是真的没有在讨论政治吗 其实有好多厉害的人 高郎 就后面就把他们 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把他给做出来 包括郑运鹏的助理 他叫韩景 他是影球中央电视台的经纪人 那他为什么会当郑运鹏的助理呢 那他就大家就找了 原来他就是透过南宫大事 来进来变成郑运鹏的助理 然后有没有谈论政治呢 其实有好多留在网络上的一些发言 看起来他们是常常在谈政治的 另外还有一个媒体人 对于选举的影响 尤其是台北市市长选举的影响 大家都认为可能有蛮多的影响 周玉寇 玉寇这个玉寇姐 Coco姐最近是不是又满血复活了吗 她沉寂了九天 最近呢连续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 最新的一次发文 一次点名三个人 包括高宏安 包括侯友宜 包括蒋万安 她说你们这些人发生的背景 细细来看 周玉寇说都是党国特权的一序 都是党国特权的一序 所以周玉寇我们的媒体人 又已经可以出来 作为一个高分贝的 选举的一个关系人了吗 或是可能又会影响选举的人了吗 来 我们先请教亮哥 亮哥怎么看这个假讯息的事件 这个正义主要是因为 法官是同一人 他个人就双标 这个事实上是司法院 因为法官只有司法院管得到 这个我们事实上以前在 我在当立委的时候 也有人建议过 说司法院应该三不五十 要做一个统一判例的 这样的一个会议 就是要同一个标准 你同一个人有不同判例 那就太奇怪了 那不同法官那更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就是 明明就是同一类的事 那为什么有不同的判决 这个这种事情事实上非常多 这个辉文比我还了解 不敢不敢 这个社会事件这种事 也非常多 我觉得网军 为什么林习澳可以这样打包票 说民进党没有养网军 因为作为政党 他当然没有养网军 他会说我有网路社群部 我有舆情部 可是他们不是网军 他一定会这样说 因为网军是什么 他有定义吗 有法律定义吗 事实上大部分的真实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 是选举就会有一大堆公关公司来标案 那会得到一些案子 那这里面有很多事实上是 他得到政府的标案 然后同时savis选举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最大支的就桌玉扣 这大家都知道 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政府标案 所以真正的是得到政府标案的人 是不是也在介入选举 是这种问题 还有有一些人当然就是各党的助理 这个本来他习惯用网路政治 所以他当然会在网路上去带新闻 这个事实上就没什么好真的 因为各党都有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大家习惯了这种政治运作的模式之后 那大家应该去 不是说在网路上带风向 就是要谴责 不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止 而是说什么样的类型 我们要就办 比如说你明明就是拿政府标案 然后你介入选举 就疑似政府资助你 然后你去攻击 比如说农委会 我们举农委会做例子 农委会你就故意把那个标案 每一个都切到10万以下 其中就有一家媒体公司 他就拿到100多个案子 那就不用审查 9万多9万多100个 对 不用审查 你这个不是意图 闪掉政府采购法第14条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们能够究责的只有这个部分 不然就是 是不是你已经用假新闻 用诽谤的方式 所以上次杨慧伦就被判洗骂 所以我是说我们能够管的 大概只有这一些 至于各党 各个政治人物会用网路 来帮自己造势去带风向 这个没有办法阻止 可是就是说 民进党大概是有史以来 政府用政府标案 然后来带用网路的风向 大概是最严重的政党 不是政党 是政府 是政府 来 请教伟翰 其实网路这个事情 我常常在想 这好敏感的话题 因为我有时候蛮想说 台湾要不要试看看网路实名制 我相信可能在座 对 那不可能 我们不会有什么意见 我们本来就是都用本名在发言 我们都是实名制 对 但是网路上有一些人说 我不想要实名制 我们是都在明处 对 我们就是公众人物 然后讲话你要被检视 讲不对的话 人家也会追着你问 然后我们也被攻击 可是网路上面 刚刚前子在讲那个例子 还跟大家做解析什么 我看来我都有点想要笑 我说这不是我的日常吗 我的脸书上几乎每一天都会有 不同账号PO一样 完全一样 连措置都一样的 然后来攻击你 对 但有时候可能 也不只是攻击 反正他想要宣讨 向上他的意见 然后你点下去 通常他都刚刚创他的脸书账号 他通常都没有任何的朋友 空的就对了 这样的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他可能一个人 管20个账号 重点你要倒回来 我刚刚说 你要让一个人不要吃东西吃太多 是他面前不要给他东西 还是你教他怎么节制 你今天你要讲说讯息好乱 网路上好多分上 你倒回来 如果你不要随便相信 那不就没事了吗 今天包含了 我举高宏安为例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题也没有高宏安 但我就随便讲一下 讲说什么他不是越宜齐队 我讲说他不是越宜齐队 跟选四郎的关系还被攻击 还作图攻击 但问题是他就是 你懂吗 他意思是说好了 黄伟害了对不对 好这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刚看了一个图了 昨天好多人贴到我里面出来 这是中央厨房 有没有 就在骂我 所以我在我的广播当中讲说 一个人是不是高宗阅仪齐队 跟他能不能当事长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讲笑死什么 那问题是 问题是高宏安他就是 跑去哪里 在这里 他是齐队 他就是齐队 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他现在高宏安是齐队了 所以所有骂他的人 现在决定要投他一票了吗 没必要 一个人他是不是少 就是我们台湾选举都要在这里 因为网军他真有效 可是网军有效是谁造成的 其实是在看我们节目的 你我造成的 我不会因为网络上 随便写一个什么 我就马上相信 有一个人讲什么东西 我还想办法能确认 我还去确认 可是很多人他就是 看到有人讲说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你就信了 所以他才需要网军 他才会继续花钱在网军上面 因为有效 对 全只讲得太好了 因为有效 但如果后来发现说 我花了好多钱 1450万并下去以后 都无效还被笑 不但无效还被笑 好了 然后选举也没有这样淫化 他以后就不会花这条钱了 那观众朋友 你必须要 因为票在你的手上 如果你能够优质的 其实会员哥每次在解释的那些 我觉得都很有道理 一个候选人好不好 你去检视他 你不要随便相信他 然后最后 你自己决定怎么投 不是别人告诉你 你不是今天喜欢这个KOL 喜欢这个评论员 他在讲谁好 你就投给谁 你要怀疑他讲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去投票 后来发现说 没有所谓的蓝绿白 每一个候选人 就是看他的品质 他的质量好或不好 决定选上或不选上 这样我们台湾政治 就会更好 现在目前就还没到这个阶段 所以才会花钱在网路上面 找很多的人头上 要去留言以后 然后这个人被讲得很快 他就真的变很快 他就落选了 我当然要花这个钱 当然就有人花这个钱 所以人民的素质 也真的很重要 人民的素质有没有提升 所以造成我们这样的结果 来 请教惠文兄 这个伟涵兄提到高宏安 他今天又哽咽 这个 对 他是被围剿 显然是被围剿 但是这个抗压力要展现出来 不是一直哭一直哽咽 这个不行 要坚强 对 要坚强 你讲判决那个亮哥谬战 基本上不是国东的问题 是法官的问题 法官的问题 是法官的问题 如果是法官 因为前所跟你讲 那个S 我们在网路上都是写S 所以显然这法官不太常上网 多打电动就 对不对 我们都写S 这个 这个意思 对 这个法官这个不行 我讲一下这个Coco姐 因为这个刚潜质用媒体人 来称呼他 我不是这样定义 因为潜质像我们自己 我认为我是媒体人 是因为我有开发票 我有成立工作室 韋汉也有 但是我没有在接标案 应该没有 不好意思 如果有分我一点 你当面问我 我正好回答 我没有 因为前所在我的地面 我认为接标案的就是商人 是 李凯哥他有公司 他有公司 他是养的 我有员工吗 陈慧文工作室只有一个员工 就是我本人 我 人家主持了好几个节目 不是 亮哥你没有听出我 不能接标案 你主持很多节目有什么关系 韋汉也组成很多节目 他是有接标案吗 对 你这样讲 我只有一个节目 我是只有一个节目 亮哥又伤害我 他那个是商人 你没有接标案 我们要保护 我们要保护陈慧文 我是没有标案可以接 但是他稀有动力 中秋节月比 置入一万元 他就贴个文就一万元 市场包你月比也没给我 他就 他这样就接一万块 一万块我要讲几个小时 你也好了 我是没有标案接 但是我认为接标案的 就不是媒体人 这是我的定义是这样 那我真的要讲是 我要给蒋万 因为记者又拿这个 周一寇要付出问题 蒋万的回答是邪不胜政 这个答案不对 蒋万 虽然我经常批批零 我也给你建议就是说 即日起 周一寇的问题我都不回答 周一寇他不是候选人 你回答他干嘛呢 我们记者 前置之后我们就是乱缘 前置你也是资深媒体人 亮哥讲的灰文什么 然后记者又抬 刚刚郭正亮讲你怎么样 我就得回应 然后我讲讲 提到黄伟翰 然后记者又跑去 刚刚程霍文讲你什么 那伟翰你回应一下 我都说学长讲的都是对的 然后讲的都是对 然后你又提到亮哥 亮哥刚刚刚黄伟翰讲的 你就一直 就是这 一直一直绕一绕 根本就不重要 问程中 那个柯文哲说你没有口德 你又说没有义德 你每天都在讲这个 台湾的媒体就是这么无聊 然后你讨论的都不重要 所以我认为假论回答邪不胜政 这个答案还不够好 就是说告诉大家如果是陈时中 或是黄珊珊对我的批评跟指教 我一定回答 或是各位媒体先进你们的 至于抠抠姐你要用那种 撒狗血的那种无厘头的 叫我去验DNA那种的 我还回答 选战还有50天 前子我的重点是说 后面50天由周玉寇来主导 我才不要 怎么会周玉寇来主导 周玉寇已经把那个 什么高宏安还有谁 侯友宜什么 侯友宜 蔣万安 都点名 党国特权一序 我跟各位讲 我的期待是周玉寇之段 即日起就下架了 不要再谈周玉寇了 前子你做得到吗 我也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放 不要再放周杰的预兆了 不要谈哪个预 不是这个预 一天内写了三个脸书 不只四个 满血复活中 亮哥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像前子 像伟汉这种 因为前子你有两个小姐 伟汉的也很有影响力 如果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我们都不谈周玉寇 我没有 我都没有 你都不谈周玉寇 对 我说我们都不谈周玉寇 所以蒋万安说 我都不回应周玉寇的问题 周玉寇自然就被边缘化 好 我们试着要往这个方向 不是试着 你下离半就看死了 好 来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是主持人